欢迎来到迈向多重宇宙最先的一集 如果你忘了漫威的电影到底在演什么 或者搞不清楚其中连结 或者想知道更多深入角色进展 以及背后意涵和电影知识 你就来对地方了 如果你是第一次加入我们 请先去看完前面几集 否则可能会搞不清楚状况 没办法完全看懂这部影片 如果你已经看过了 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吧 今天要来谈的是雷神索尔2黑暗世界 如果你问任何人他们对于漫威电影的排名 这部电影不是最后一名 就是倒数前三名 没有错电影本身就跟它的标题一样平庸 偏偏这部的剧情又对于洛基与索尔来说 都是重要的角色成长转折点 而且Nella E. Portman也确定会在7月的索尔4再次出现 看来还是需要知道这部到底在干嘛 通常在这个部分我会讲一段听起来很有史诗感的话 或是提出一个问题 让进入主题曲的时候有种起鸡皮疙瘩的感觉 但是这部电影实在是太普通了 所以直接下一个 在索尔原导演闪人之后 雷神索尔2黑暗世界 原本确定要由神力女超人的导演Patty Jenkins来知道 但是他后来因为创意分歧而退出 从好莱坞语言翻成中文就是 电影公司不让我说我想说的故事 或者是他们想要干蠢事而我是个聪明人 后来则找来了曾知道数级冰渔火之歌的Allen Taylor 至于主要反派黑暗精灵魔雷基 找来一个英国舞台剧巨星来演 每次上妆都要6个小时 结果造就了漫威史上最毫无特色的反派 其实有一度考虑Maz Mikkelsen来饰演反派 但是因为党齐问题而作罢 虽然错过了这个饰演一个无聊反派的机会 不过漫威多贴心 还是安排奇异博士另外一个一样无聊的反派给他 无论谁拿到此锤 只要有资格就能获得索尔的力量 但是雷神索尔2黑暗世界几乎每个面向都是没有够格 干脆我们自己来吧 这个月开始某某乐高官方旗舰馆 线上独家贩售76209 Thor's Hammer雷神之锤 979个零件组成了超大乐高合组 辛苦拼完之将近46公分的雷神之锤就是你的了 同时每个合组也都包含一个苏尔人偶 以及阿斯加宝库的无限手套 宇宙魔方和永恒火炬三个小模组 而且现在3月份开始凡是刷Momo副邦卡 所有Momo乐高官方旗舰馆商品都5%回馈无上限 同场夹印雷神之锤中的无限手套在Momo乐高官方旗舰馆 也有放大版乐高合组 漫威迷别错过了 购买链接我已经放在影片资讯栏快上Momo乐高官方旗舰馆 乐高漫威系列等你凑齐 故事又从一个远古的战争开始 这一次是西元前3000年 在宇宙聚合之时 黑暗精灵一组试图用以太让整个宇宙陷入黑暗 但最终被奥丁的父亲波尔阻止 并且把以太封印在没人能找到的宇宙深处 回到现间的阿斯加 洛基因为他在地球的恶行而被关见大佬 索尔则是忙着到九届各处平息奥丁沉睡后兴起的动乱 但是回到阿斯加之后 则因为想着Jane而没办法与其他人开心庆祝 你们在这里可能会有一个疑惑 第一集索尔为了阻止洛基不是把彩虹桥摧毁 断绝他回到地球的唯一管道 被迫与Jane不能两个人好好爽爽吗 但他在复仇者联盟里 怎么又可以那么轻易与其他复仇者联手去逮捕洛基 还记得洛基见到索尔时说 如果你还需要更确切的证据的话 请看看《雷神索尔2》的前岛漫画 原来是奥丁真的动用黑暗能量来传送索尔 不过索尔当初既然有时间吃沙威嘛 怎么没时间去找Jane 还是有点渣就是了 总之在地球 Jane为了忘掉索尔而到处与人约会 但是当然是完全忘不了那肌肉 而他更在伦敦发现一栋重力异常的建筑 直接被吸尽一个诡异的传送门里 结果这里竟然是以太受到封印之处 以太进入他的体内 而当初逃走的黑暗精灵首领摩雷基也因此苏醒 担心的索尔再次来到地球找他 但是因为他完全不联络的渣男行为 被赏了好几巴掌 不过索尔发现Jane体内的以太就将他带回家 接着黑暗精灵潜入阿斯加的监狱造成动乱 但是连他也看得出洛基满脑子轨迹而不将他放出来 同时他们的飞船攻击阿斯加 真的不得不怀疑阿斯加的国防部 彩虹桥这么长一条都没有防御措施 一直到城市中心才有大炮 而女王弗雷加为了对抗 试图夺走以太的摩雷基最后牺牲了自己 在这之后悲愤的索尔违背奥丁命令 与洛基组队将Jane带到黑暗精灵老家 好把火力从阿斯加吸引走 殊不知到了黑暗世界之后 洛基又背叛了索尔将他的手砍断 但是我们发现这其实只是洛基的一个 骗魔雷机取出以太的幻象 索尔试图用雷电摧毁以太却毫无效果 在接下来的战斗之中 洛基看似为了救索尔而壮烈牺牲自己 但是再来一次这又是幻觉 他其实化作士兵溜回去 索尔和Jane看似了无希望地卡在黑暗世界 幸好Jane的约会对象还没死心打电话给他 这才发现这里有连接到地球的传送门 在地球九届正好排成一支线 伦敦因为黑暗精灵来到而陷入混乱 Nick Fury显然是觉得宇宙的毁灭 不如纽约毁灭来的重要 完全没有打算号召复仇者联盟 在一连串的七龙珠打斗之后 索尔用Selvic博士发明的 好像很有科学根据 但是完全是鬼化脸片的科学仪器 终结了摩雷机 最后回到阿斯加 他告诉奥丁说他愿意保护宇宙 但是并不想成王 殊不知坐在王位上的奥丁 其实是洛吉假冒的 雷神索尔2黑暗世界 这部电影真的很难深谈 因为他真的没什么值得谈的 不过回头过来看的时候 这部意外的与漫威宇宙其他部分 有许多密切关系 不过先来点不重要的 这会是我们最后一次看到索尔的好朋友 三战士有真正的戏份 在第三集出场下就被海拉处理掉了 哦对他们其中两位还换人眼 你有发现吗 其中一名还跳去DC演杀赞 不过最重要的或许是女王弗雷加的死 毫不意外她的死在这部电影中 完完全全的被浪费了 不过漫威还是有在终止之战 让索尔与她的团圆 以及洛吉影集中的画面播放 来给予这个牺牲应有的重量 当然还有其中的乙太 也就是现实宝石 我们看到片尾片段 福斯泰和西服将乙太拿给收藏家 表示两个无限宝石放在一起太危险 也是漫威电影第一次大声说出 无限宝石的四个字 不过 不过 我有错过什么逻辑吗 把乙太封印在宇宙深处都不安全了 你们怎么还会觉得交给一个超可疑的收藏家会安全 当然收藏家这个角色 同时也铺成了2014年的新技艺工队 还有一些比较不明显 比较算是我个人解读的台词 洛吉跟索尔说 我所取的性命跟奥丁比起来根本微不足道 可能暗示着雷神索尔3之中 海拉揭露奥丁的黑历史 再来是索尔说 我宁愿当个好人 也不要当国王 黑豹之中也有类似的台词 这部电影真的没什么值得谈的 不过有一个部分确实让我印象深刻 在剧情中断黑暗精灵进攻阿斯加 杀死弗雷加之后 索尔与奥丁争论击败摩雷基的方式 索尔主张将Jane带离阿斯加 趁摩雷基将以太急出时一举击溃 有趣的是在这里奥丁因为弗雷加的死 而被仇恨蒙蔽先制 反而变成他上级谴责并且放逐的索尔 冲动的主张要秉持数量优势向黑暗精灵进攻 如果是第一集刚开始的索尔 他绝对会等着跟摩雷基全面开战 甚至主动去找他 但是在经过一连串成长 以及复仇者联盟之中的教训之后 他终于完全放下过去的自己 并且在这里相信暴力蛮干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 而不愿意白白牺牲自己族人的性命 基本上索尔在这里已经认知到事实 进入一个平面角色曲线了 在这种故事的发展之中 角色会有所转变 这个转变并不是变好也不是变差 可能会有新的观点新的能力或者新的职位 而在雷神索尔2黑暗世界最后 我们看到索尔直接拒绝了王位 说要自己离开阿斯加保护宇宙 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这其中让人信服的原因 为什么对于地球有这么大的情感 而这也更加凸显索尔系列在电影中 与漫画片里的最大致命伤 也就是Donald Blake这一部分 上集有谈到所以就不解释太多 不过Donald Blake在漫画中 就是索尔被放逐到地球 被消除记忆之后的身份 索尔在这个颇角医生体内生活多年 而对地球产生情感以及同情心 没有这个元素 在这两部电影之中 我们几乎无法看到索尔与地球的连结到底是什么 就只剩下对于Jane Foster的情感 而这种价值对于一个英雄来说 是非常薄弱的 再加上我们完全看不到这两个角色之间的火花 如果只就互动来看的话 随便一个人都会告诉你 索尔与洛基拉基的几率比索尔跟Jane高个十倍 Nathalie Portman这个好演员 Chris Hemsworth也是个非常有魅力的演员 但是就完全没有展现在画面上 而这一点更是可以从之后的电影中 Jane如何轻易地被忽略 以及在诸神黄昏之中用一句话带过分手而得以被印证 而这就是这部电影的最大问题 当观众看不到主角所在乎的事物时 就没办法产生连结 没办法产生连结就无法感受到紧急感 无法感受到紧急感就无法感受到任何剧情的张力以及影响力 而这一切加起来就变成了什么 跟我一起说 平庸的电影 同时这部电影的另外一个强项 但已是弱势 也就是洛基 Tom Hiddleston完美呈现了这个邪神角色 在毫不在乎以及狡诈的表面之下 隐约渗出了他的脆弱以及受伤 这部电影几乎只有在他出现时才会亮起来 但是因为他的出现却也让其中的剧情转究失效许多 电影中洛基有三次使用他的幻象 让观众发现其实实际上发生的跟表面上不一样 洛基假装背叛索尔 洛基假死 洛基假装是奥丁 在实用电影编剧技巧中Sidfeld说 转究点是一个事件或是事变 他勾住故事将它映至另外一个方向 也就是说剧情转究是要让故事做出剧烈的转变 让角色以及之后所发生的事带到另外一个方向 而洛基的幻象基本上完全抵消了剧情转究本身的功用 在这样转折的转折过后 剧情角色情绪并没有被带到新的方向 我的天啊 洛基背叛索尔 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好吧 看来其实 他并没有 天啊洛基竟然为了帮助索尔害死自己 太感染了 他妈把我的眼泪还来 而且洛基的复活也没有影响到这部电影后半段的故事 只有在结局再次出现一下 你看到这集中的问题了吗 这个问题在重看电影时更为明显 因为好的剧情转究在重看时仍然会有娱乐性 就是因为在那之前的蛛丝马迹 以及看到转究之后所产生的影响 但是这部电影这样的手法 让重看的观众完全不会有任何情绪 因为我知道洛基其实没有背叛索尔 所以我不会感到震惊 因为我知道洛基其实并没有死 所以我并不会对他四千的一席话感到感动 因为我知道最后坐上玩味的其实是洛基 所以不会对这个父子释怀的对话产生连结 当观众知道这一切都是假的的时候 纯粹为了惊喜而惊吓而塑造的转究 就完全无效了 这其实也代表漫威公司整体上来说最大的问题 现在虽然有进步许多 但仍然是一个问题 也就是他们使用Bethos的手法 如果你完全不知道我刚刚那个字是什么意思 就代表你真的该去看前面的影片了 在一个剧情高潮或者情绪堆叠到最高点时 必须用一个笑话来将其瓦解 这显现出对于自己的故事没有自信 认为观众会觉得这些带着真正情绪张力的部分很怂或是肉麻 当然还有在漫威诸多免洗反派之中最免洗的摩雷基 据说本来有更多背景故事但是都被剪掉了 虽然我无法想象有什么背景故事可以帮他更立体之事了 尽管如此 在看了洛基之后 这部电影在我心目中意外的变得比较动人了 就那么一点 无论如何 这仍然是个兄弟的故事 在第一集之中 索尔和洛基两人都因为想要成为国王的欲望 而让自己以及身边的人陷入险境 不过索尔从中成长 洛基则是越来越深陷其中 到了复仇者联盟 索尔更是开始思考自己在这一切争斗以及暴力之中的位置 眼见自己弟弟因为野心而差一点毁了一颗无辜的星球 于是 到了黑暗世界 索尔拿到他所想要的一切 在战争中当英雄 奥丁也毫无疑虑要他接下王位 然而摩雷基真正入侵他家园的事件 却让索尔对于他以往想要的事物更为幻灭 奥丁所给他的继承以及重担 不过只会让他退到以往的自己而已 而洛基却完全相反 他没有意识到真正成为自己的方式 就是放下他想要成为自己的欲望 因此他仍然以为帮敌人指引道路能够造成波澜 试图证明一点什么 却推开了唯一真正懂自己的母亲 更导致他的死亡 洛基的难题就在于他一生都被别人告诉自己应该要是什么形状 所以尽管他自以为我行我素 但是所做的一切都是从别人的角度所看到的尽忠自我而衍生而出 一直到洛基之中 他从一个全知全能的角度 真正正视自己到底做了什么 即将做什么 才开始真正有所转变 雷神索尔黑暗世界也许是漫威评价最差的电影 也许他让导演生气到宣告再也不会跟漫威合作 但是也许就是因为这样 漫威在第三集才招了超有风格的台客外提提 至少我是这么希望的 而我们在第四集之中 或许更能看到索尔与Jane的关系有真正的发展 雷神索尔将会回归 画面上还有一对漫威深度解析可以看 赶快去看一下 我是超力方 我们下部影片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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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部影片见